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一四十二节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剥开饼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 在这段经文讲到五饼二鱼神机发生的原因 有下面两点 第一 小孩的奉献 小孩把五饼二鱼甘愿奉献出来 是先求神的国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第二 先给人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生斗 连摇带岸 上肩下流的道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神的话一点都不落空 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为主 主就将我们所需用的供应给我们 第二 信心 第二个原因就是信心 不管是耶稣自己或是奉献五饼二鱼的小孩 他们都是对神有信心的 今天这段经文再一次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 我们必须要有信心 乐意给出去 让我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 一群乐意给出去的人 愿意信靠主 相信主 愿意给出去 奉献出去 我们就会惊艳到神迹发生在我们个人 家庭 教会 国家里面 但愿我们能够操练 信而顺服